好,我们看泪瞻出行即凶 前面非简秘诀论出行 以年命为出行之人 命宫代表家中的宅 命宫代表所去的动向 非神为家中之应 扶神为出行所欲 目的地的位置为出行之方 单侧出行 以命宫落宫和出行之方为主判断 命宫是代表自己在家里的状态 命宫代表出行的状态 还有一个是出行之方 出行的这个方位为目的地 出行之方天盘之星代表自己 看天盘之星跟出行目的地的这个方位的关系 来判断出行的顺利与否 命宫落宫呢 扶神生命星为出行顺畅 畅通无阻一切顺遂 扶神克命星为遭遇不顺 非常的艰难 命星生福神为钱财损耗 耗神费力 命星克福神为克福困难 出行顺益 命星和福神比和为出行平安顺达 命星趁吉神及格受生 欲吉代表出其 有其欲 有贵人相助 或者说是出行圆满 命星趁凶神凶格受克 欲凶代表出行的麻烦 遭遇不顺 出行之方呢 天盘为我为克 地盘为他为主 地盘升天盘 天盘克地盘 天盘地盘比和 这都为己利 为出行顺利 地盘克天盘 天盘胜地盘 这都是出行不顺利 举不为奸 占出行呢 对于八门就比较重要 命星所欲的八门 出行之方所欲的八门 为主来判断 一般以开修生为主 为己 其他门啊 都是有不顺利的信息 九神呢 为出行的吉凶相义 这个要分天地九神啊 要分普克 格局呢 为出行的过程细节啊 到底遇到的具体的是什么事 这个就以命星的这个格局啊 来判断 出行呢 一遇到浮隐 反隐都不急啊 遇到反隐是反复 中途而反 遇到浮隐是办事 不能把事去推荐或者说是路途阻塞 落空机型啊 这些都是不顺的信息 入目啊 限制自由啊 等等